哈喽各位智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铁锅啊 只要你有调查过铁锅 或是在搜寻引擎上打上铁锅 就会发现 深铁锅 手铁锅 金铁锅 纯铁锅 铸铁锅 黑铁锅 哈 也太多种铁了吧 让人眼花缭乱 一般人真的可以分得出来吗 难分又就算了 资讯还非常乱 像这个锅 他一下说自己是深铁锅 以下又说自己是纯铁锅 这怎么回事 难道深铁就是纯铁吗 也有一些锅子 他名称会写深铁锅 但是材料却是用碳钢板 难道深铁也是碳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后这个呢 它是铸铁雪瓶锅 使用台湾制造的高碳钢 哈 铸铁也是碳钢吗 这样说起来 那不就是深铁等于纯铁 等于碳钢等于铸铁了吗 这是什么钢铁世界的人形蜈蚣吗 所以为什么我说铁锅很复杂 就真的很乱美 所以本集没有业配 极有可能挡人才路 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个铁锅之乱吧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别忘了按下订阅哦 首先我们来重新了解一下铁这个东西 作为世界上发现最早 利用最广用量最多的一种金属 人们大量的使用铁在各种领域 像是民生工业交通等 它的消耗量大概占金属的总消耗量的95% 不过从土里挖出来的这种铁矿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的 要成为可以用的铁 就需要经过一个炼铁的过程 把铁矿石加焦煤加石灰石丢入称为高炉的炼铁设施中 这个高温就会把杂质给分离出来 就会得到生铁 而这个生铁算是一种中间产品 它不大会做成中端产品 而生铁在经过不同工序持续的精炼 我们就会得到铸铁、钢和手铁 而这些铁呢 主要就是含碳量的差异 碳可以强化铁的晶体结构 碳含量越高硬度就会越高 但是相对的就越脆 缺乏延展性 材料的性能差异也会影响到能使用的加工工艺 也决定了锅子的性能 生铁再去除掉一些杂质就可以做成铸铁 含碳量大约在2-4% 又硬又脆 但是融化以后流动性好 很适合用来铸造 所以才叫铸铁 铸造呢 就是把高温融化的铁水倒入模具当中成型的工艺 而比较脆的铸铁没有办法做的太薄 它碰撞就很容易破裂 所以大家看到的铸铁锅通常都比较厚 就是这个原因 不过厚也是有好处 就是比较能够保温蓄热 很适合用来做炖煮之类的 然后铸铁锅后加工也比较困难 所以把手的部分通常会一起铸造出来 直接一体成型 顶多再加个木把手 这也是一个可以辨认的方式哦 接下来我们把生铁继续精炼 就可以得到钢 俗称钢铁 正义点我们就称它为碳钢 它的碳含量大概在0.02-2% 比起铸铁来说延展性变得更好 也更容易加工 所以通常我们会压制成钢板 再用锻造冲压的方式压力加工 制造出更轻更薄的锅体 也因此它可以有更好的导热速度 这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锅 就更适合烹调需要大火快炒的料理 市面上的炒菜锅 平底锅这样子的铁锅 大部分都是碳钢锅啦 而锻造或冲压方式做的锅 把手通常会另外用卯钉之类的方式组装 虽然有少数的例外 但也是一个可以辨认的方式哦 至于手铁也可以称为断铁 它的含碳量少于0.02% 是最纯的铁 有超高的延展性 也比较耐腐蚀 但是硬度也较低 在19世纪的时候 常常被用来锻造成刀剑 餐具 围栏 铁轨等等 但后来随着低碳钢的技术进步 手铁就逐渐被低碳钢更优的性能 和更低的价格取代了 现在已经很少用在名声用品上 所以市面上有些号称99%纯铁 或是手铁锅的东西 通常都不是真的用手铁这种材料制作 而是指低碳钢 但也不排除有些百年品牌遵循古法 真的使用手铁造锅 但也算是非常少见的哦 我们把这些铁的特性整理一下 就是这张表 这个生铁呢 它算是一个中间产物 除了碳还有一些杂质 虽然可以用来铸造 但其实不大适合用来做成终端的产品 而铸铁含碳量高 又硬又脆 它很适合用铸造来做成铸铁锅 而碳钢的含碳量适中 硬度和延展性都不错 可以做成比较薄又轻的锅子 像炒锅平底锅这种 大部分都是碳钢锅 手铁则已经被低碳钢取代 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所以简单来说 现在市面上的铁锅 应该只会有铸铁锅碳钢锅两种材质的锅子 了解了以后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铁锅之乱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乱源之一 就是生铁锅 刚刚说过 生铁是杂质比较多的中间产物 现在工业上直接用生铁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这个锅说是生铁 应该是不大可能吧 但另外一张图又说是纯铁 看旁边这个把手用锚钉组装 厚度又这么薄 似乎更有可能是用冲压的碳钢锅吧 原来是因为呢 在古早的时候确实可能因为战争或经济因素 而用低价有杂质的生铁来做炒锅 让有点年纪的人会把热炒店的大炒锅称作生铁锅 实际上后来都已经被性能更好的铸铁或碳钢给取代了 像这一款说是正宗老式的生铁锅 果然拉到下面是铸铁做的 也看一下这个知名的生铁锅 这边有材料说明其实也是碳钢制成的哦 是的 生铁锅在某些人心中已经成为老式大炒锅的形状 实际上用什么材料都要仔细了解才行 另一个乱源就是没人全的碳钢 前面说过大多数的平底锅炒锅通常都是低碳钢做的 但铁锅界似乎隐隐约约有个比试链 就是纯铁大于铸铁大于碳钢之类的 所以地位最低的碳钢锅就必须要玩个文字游戏 卫装成其他东西才行 其实碳钢中的低碳钢的铁纯度已经高达99.9%了 几乎等同于手铁 所以99%纯铁锅 高纯度铁锅 金铁锅 手铁就变成低碳钢锅的常见假名了 有个铁字就会感觉更天然 不钻 无毒 更好用 算是个行挑小千才的用语 虽然这些名称看起来是蛮有卖点的 但是对上我这种工业阿宅 我就看了很痛苦啊 你看像这个日本做的中华炒锅 材料写的是黑铁 黑铁就是热亚钢板的俗称 也是一种碳钢板 所以这也是碳钢锅 至于这个标题说是铸铁雪瓶锅 还使用神秘的铸铁锅锻造技术 但介绍中没有太多琢磨 不过材料就清楚的写着高碳钢 所以这也是碳钢锅 啊你问热亚钢板是什么 高碳钢低碳钢又是什么 这边我们的板金亮厂必修课里面就有解答哦 连结都放在留言处啦 请各位务必支持啊 不好意思不小心还是业配啦 其实还有一个乱源 就是摆明了乱的不肖厂商 像特别多 像这个锅说是传统老式铸铁 但是打孔加工的部位蛮多 图片还假假的 有点可疑 再看看底下的制造 说用的是高纯度生铁 照理说生铁很少做成产品 更可遗漏 然后说是四道工序的铸造 看图却是用加压钢板成型的冲压 或是锻造 不知道到底是弄错还是根本故意的 气气气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铁的都市传说 就是吃用铸铁锅做的菜可以补铁 这样的说法 虽然乍看之下很荒唐 但根据这篇1999年的研究就有证实 某些低开发的国家使用铁锅煮时会比使用铝锅 更有补充铁质的效果 还可以减少孩童的贫血状况 比较著名的像是幸运小铁鱼 它号称丢到汤锅里面一起煮 加上一些酸性物质的食材 就可以让铁质释放 但其实以在台湾优渥的生活来说 一般日常饮食提供的铁质就已经很足够了 不大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你不如去吃肉吧 所以如果想用补铁这个理由 去买高级美美的上万块铸铁锅 这个理由是行不通的呦 胎胎 总之现行的铁锅种类来说 从材料角度只有铸铁锅 以及炭钢锅这两种基底 其他的我们都抱持怀疑的态度 有的时候网路留言太多 网路的资讯也不一定都是真的 只能说现代人即使不在工业界 也应该要懂点材料和制造 才不容易被误导啦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